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薛宝老师 我们来看九年级上学期 Lesson 9 This isn't the life which I want 这不是我所想要的人生 Which I want 这个which指的就是 I want a life 我想要一种生活 所以那个which就指那个生活 那所以我这个which 在子句当中是扮演受词的角色 那我们先来看例句 Good quote 加句 Educ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教育是最有力的一个武器 什么样的武器 Which you can use 你所能使用的武器 这个which就是指那个weapon to change the world 来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which you can use 是一个子句形容武器 那讲这句话的是 Nilson Mandela Mandela先生所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进一步我们看文法 那到底形容词子句 我会用到关系代名词 老师第八课就讲了 为什么第九课又要再讲一次 形容词子句 好 因为 形容词子句当中有两种 一种是关系代名词可以省略 一种是关系代名词不能省略的 那我们先来看例句 一 who which that 当主词不可以省略 例如 he is reading a book it is written by an American 他正在阅读一本书 好 这一本书 it 我改成 which is written by an American 那因为一个句子 它基本成立了最基础的两个要件 一个叫做主词 一个叫做动词 好 所以这边的which 因为是当作主词 你不可以再省略了 好 所以这个which一定要保留 然后接下来动词是is 好 那我们来看例句二 那有的时候 关系代名词who 或者是用它的授格whom 还有which和that 它可以当作授词 那这时候呢 这个whom which that 就是可以省略的状况 例如 Ken is a boy I taught him five years ago Ken是一个男孩 我五年前就教过他了 好 所以例句会变 合并起来会变 Ken is a boy whom I taught 把那个him改成代名词whom 子句专门的代名词 whom I taught 好 时间five years ago 那在这个子句当中 whom I taught five years ago 这个whom本身就可以被省略 好 所以它会变 Ken is a boy I taught five years ago 把whom省略也是OK的 那再来 第二种 关系代名词 当介系词的授词 那当介系词的授词 因为关系代名词 我们有两种 一种要不然就用whom 一种要用that 好 或者是我东西可以用which 也一样可以用that 好 那是不是每一种情况 我都可以用that呢 不一定 我们来看例句一 可以用that的情况 I love the town 我喜欢这个城镇 there are many people live in it 有很多很多人住在这个城镇里面 这个it指的就是这个城镇 好 它是一个授词 好 和平起来会变成 I love the town that there are many people live in 那个it不要再出现了 因为它已经变成that 授词 关系代名词授词 that放到前面去 那同样你说老师 那这个that可不可以顺略 可以 I love the town there are many people living 这样子也是ok的 好 那再来例句二 有种状况 你就不可以用that咯 好 我们来看这个例句 I believe the man 我相信这个男人 you talked to him last Friday 你上个礼拜五跟他说话 好 和平起来会变成 I believe the man to whom you talked last Friday 老师 这一题 为什么跟上面一题不太一样 对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第一题你会发现 介细词它留在后面 第二题的情况是 我介细词跟我的人 关系代名词全部都一起 拿出来一出来了 所以当你的介细词跟着 你的代名词一起移到前面时候呢 你不可以用to that 你一定要用to whom 所以会变成 I believe the man to whom you talked last Friday 那老师那这边的 to whom可以省略吗 不行 OK 因为你一旦省略了 whom 那这个很奇怪 什么叫做 I believe the man to you talked 很怪吗 好 所以一旦你的介细词 跟着一起移到前面的时候 记得这个whom 就不可以省略了 好 那我们来看 关系代名词通常是用在子句 那另外一种形容词我也可以用 片语 什么叫片语 片语就是它不是一个句子 所以既然它不是句子 它就不会有出现主词 也不会有出现动词 通常都是放形容词 好 可以或介细词等等 好 例句一 如果你是主动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动作加上ing 当变成形容词 譬如 I have seen the girl 我曾经看过那个女孩 She sat next to John Yesterday 他昨天坐在John的旁边 如果你是用子句的话 很简单 直接把she改成子句专有的关带 who 动词set 还是一样 放在他的后面 会变成 I have seen the girl who sat next to John Yesterday 好 那再来B 如果用形容词片语 什么叫形容词片语 就是我把坐在John旁边 那个主词she去掉 同样我把那个坐set 它是一个过去式 改成形容词 那我要先把它改原型sit 再加ingsitting 就变成一个形容词 所以会变成 I have seen the girl sitting next to John yesterday 好 那是不是所有的动作都是要用ing才会变形容词呢 当然不是 如果你这个动作是被动 那你就不能用ing 你就要用pp 例如 I have seen the picture it was drawn by Leo 我曾经看过那张图片 它是被Leo所画的 好 那如果用形容词合并起来 会变成 I have seen the picture it改成子具专门的代名词 which was drawn 后面全部造钞 动词造钞 which was drawn by Leo 那如果be用形容词片语 就是把我的主词汇齿去掉 再把我的be动词was去掉 然后只留下那个形容词pp 所以会变成 I have seen the picture drawn by Leo 这个就是用形容词来直接形容picture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我们看 那 那老师有的时候我不太记得 我有点搞不清楚 为什么有时候是which 有时候用what 有时候用that 有时候又用什么where 这种差异在哪里 很简单 差异就是在于what where 它是一个名词子句 which则是形容词子句 好 那老师 名词子句跟形容词子句 差异在哪里 很简单 名词子句放在动作的后面 形容词子句放在名词的后面 OK 我们来看例句一 this is not the thing 这不是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 he used to want it so much 这边的used to不要翻译成使用 是指以前 所以他以前很想很想要那个东西 所以合并起来就是 这不是他以前很想要的那个东西 会变成 来有两种 第一种用which 这个形容词子句 既然我是形容词 我就要把那个名词的thing留着 this is not the thing 好 开始形容词子句 which he used to want so much 老师 这个which可以省略吗 可以 因为我的子句当中 已经有他自己的he 这个主词了 所以这个which是可以省略 所以也可以编成 this is not the thing he used to want so much 那b 第二种 我可以用what 那what还是一样 我刚刚有提醒你 what它是一个名词子句 它本身既是名词 也是子句 所以呢 我那个the thing 根本不用出现了 所以直接变成 this is not what he used to want so much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种名词子句 地点where 时间when 好 那这时候 因为时间地点 通常会搭配一个界隙词 比如说在几点钟 at three ok 或者是比如说在哪里 比如说在桌子下面 under the table 那时间跟地点 本来就很 通常我们会习惯 放界隙词在那个东西 在那个日子 或者是那样东西的前面 所以通常 如果你是用形容词子句 一定要搭配一个界隙词 会 界隙词 好 那我们来看 例句 I have been to the city 我曾经去过那个城市 Mary used to live in it 这边used to叫做以前 不要忘了 Mary以前住在那个城市里面 好 如果是用which 记得 which它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所以你要保留 前面这个城市的city 来形容这个城市 所以会变成 I have been to the city in which in which Mary used to live 这边的in which 就是指在那座城市里 我把in it 放到子句当中的前面 好 那 那当然第二种 好 那再来第二种句型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day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日子 I met you on that day 我在那一天碰见了你 如果用which它是一个形容词子 就要形容那一天 好 所以这个which指的就是那个日子 好 所以会变成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day 在那个日子那一天 记得要用一个阶系词 on which I met you 那阶系词后面 记得子句我不能用that 一定要用which 那同样的 那在当天 我可以直接用一个阶系词 when 用一个代名词when来替代 变成一个名词子句 叫做I will never forget when I met you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我何时遇见你的 好 最后我们来看练习 the picture was drawn by da Vinci it was stolen last night 好 形容词子句 你们最常出现的盲点是 你会把那个子句放 全部都跑到句位去 不行 那个子句 要放到你要形容的东西 或人的后面 所以第一个子句的位置 不要搞错 会变成the picture 好 开始先放子句 which was stolen last night 然后再把句子 完整的讲完 动词was drawn by da Vinci 好 所以翻译成中文叫做 昨天晚上被偷的那一幅画 是达文奇所画的 那子句我也可以用片语 用片语的时候 我不需要用到主词 我也不需要用到逼动词 我只需要留下形容词 PP 所以the picture so the picture stolen last night was drawn by da Vinci 好 第二题 I have known the girl for three years 我已经认识女孩三年了 那个女孩 什么样的女孩 我要开始用另外一个句子来描述它 she lives near the KTV 合并起来 会变成 I have known the girl who lives near the KTV 时间for three years 我已经认识那个住在KTV旁边的女孩三年了 OK 所以 住在KTV旁边的这个形容词 要放在女孩的后面哦 好 那同样我也可以用片语 也就是把who主词去掉 把动词live改成形容词 就会变成 I have known the girl living near the KTV for three years